各位觀眾你好 我是李曙芳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台幣股市在今天的盤中 一度大跌574點 收盤的指數呈現了下跌288點 收在16933點的位置 在之前的最大量區間 整個17066點 它在收盤正式性的跌破 但是它也爆出了近期裡面 更大的一個量人潮 到底在這個時間點要怎麼看 你的策略又是如何 选股的方向又該如何走 可能是在今天裡面 我們節目的一個重點 所以在今天節目的重點裡面 我們是用一個標語 也就是說做好最壞的打算 但是最好的一個準備 來應對台北股市 它未來的一個變化 其實我們在之前 整個台北股市 在相對的高點一直提醒觀眾朋友 以及新進場的一個投資朋友 你在這種過程中 尤其在邪惡的第五波 你一定要非常的留意 你的資金的控管 當你的結構上面 它出現了問題 當你的一個騰落指標 也告訴你要出現了轉折 這個時間點 你一定要去留意 你的資金的控管 你的持股的比率必須在五成之下 必須在五成之下 但是重點來了 它在之前的最大量區間 17066點 它來了 那怎麼辦 這個部分就沿路到以來 沿路以來 我們在之前提醒 高雅的兩件事情 我說業內跟主力 跟所謂的外資 它有兩個做法 還記得嗎 我說它就是隨著指數越高 它就是賣 在邪惡的第五波 它就是賣 它一去不會回頭 物外資 它也是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 不是會停損的觀眾朋友 你就必須學它 隨著指數越高 你一路向上賣 因為在整個擴延波裡面來講 它的一個指數的空間 它不會大於主身段 它不會大於主身段 那既然是如此 你就是分批的向上賣 把你的持股的比例 控制在五成下 那另外一個業內跟主力 它的操作上面 它是很靈活的 它很靈活 它就一路跟你做 十足的持股 就是跟你做 做到轉弱為止 它就會出 所以在這時間點 你可以發覺到幾件事情 今天台北股訓裡面 原來業內跟主力 或是投資朋友很愛的 一些傳統原物料個股裡面 一開盤 開個高 蹦一升 盤中都殺到跌停 那是不是就是一般人 在短期之中很愛的 不管你貨櫃 鋼鐵 它都是這個樣子 那在這個時間 因為為什麼它會這樣做 因為在今天裡面 跌破了17066 這些業內跟主力 看技術面的人 它全部都會停損 停利的也好 停損的也好 它就是會出場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你就可以考量幾件事情 就是說當你破了17066點 它有轉弱的情況的產生 業內跟主力 暫造技術面 它也會去做減碼 所以你可以發覺到 在今天裡面 OTC的跌幅好大好大 盤中一度跌幅高達5個% 那一度高達5個% 那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那你的做法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情 你的持股如果太高 太高的過程之中 你可能還有7成的持股 5成的持股 你還想把它下降的部分 那你唯一的方式就是 假設你是2張 你的股票是2張 你就賣1張 假設你是10張的個股 你就賣5張 你這樣子賣 你的一個持股 是不是就可以降到5成之下 也就是你可以出一半 再來去做觀察 那你再來去做觀察 這個部分叫做什麼 做最壞的打算 也就是說 這些的業內跟主力 它出貨了 這就是最壞的打算 把你的持股比例裡面 降到5成下 甚至3成 這就是最壞的一個打算 那最好的準備是什麼呢 因為這一群的業內跟主力 很激動 我說的不是exciting 它是非常 在這種過程中 隨時去做操作 它發覺大盤有問題的 破了17066點 它出了 可是當大盤 沒有風險性的時候 它又會進來 它又會進來 所以你這個時間 做最好的一個準備 就是你必須要知道 他們可能去買什麼 他們可能會去買什麼 因為他們是按照技術面 去做操作的 所以他們不大可能買落股 技術面的部分 一定是強股 他們才會買 所以一定要記住 當這些業內跟主力 它今天出場了 假設它未來會回頭 它一定是選擇什麼 有A咖在裡面的 有A咖在裡面的部分 它就一定會在技術面上面 顯現出來什麼 它會顯現出來 相對性的比大盤 來得強的股票 這就是你未來上面 要去做觀察的 在這種過程中 我們也跟大家講說 這個時間點 外資 因為它把期貨的空單 它加得很高 所以當它賣賣賣 它的sale side 就是賣方市場的報告 它一定會出來 可是它在這邊裡面 也把台北股市 它立下了很多很多 無法跨越的一些的渠溝 也就是說 在那邊裡面來講 就有一些儲和漢介在那邊 不管是IC設計個股 我就說聯發科 它今年本業行業外 預估值60塊錢 你的目標價 就是1500塊 2000塊我覺得 談得有過比較遠 大部分我看都是1500塊 那1500塊 那就是什麼 25倍的本益比 所以你在抓IC設計個股裡面 你千萬不要去抓 以今年的獲利預估值 會超越25倍本益比的 那就不是你的一個選擇 那另外一部分 我說大景氣循環股 什麼叫大景氣循環股 就是它好的時候 賺爆賺 可是壞的時候 爆虧 那個叫做大景氣循環股 大景氣循環個股裡面來講的話 它就含有什麼 譬如說 記憶體 面板 鋼鐵 塑化 這都稱之為大景氣循環個股 所以在這種過程之中 整個一個瑞幸 它這一家外資 它又立下了一個鴻溝 而且它這個鴻溝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道理的 為什麼沒有什麼道理的原因是 在今年裡面來講的話 高度成長只會存在今年的上半年 我說大部分公司的平均值 因為去年的第一劑是有新冠狀病毒 所以你YOY的成長性最高 它就是在第一劑跟第二劑 本來在第三劑而跟第四劑 它的不好不是來自於說你真的不好 而是來自於第一劑跟第二劑太好 我們台灣真的太好了 所以你的第一劑把高速的成長拉上去 第二劑再往上爬 到了第三劑你的爬坡的成長性本來就會降低 沒有一家公司可以一年四劑都是成長的吧 很難對不對 所以本來就分成當旺季 可是它這樣的一推演 那更好玩的是 對性還把友達的EPS的預估值 比本土的法的預估的還更高 它估7塊 它估7塊 今年7塊 明年4塊多 因為7塊 它第四季的一個所謂的一個漲價 它會開始趨緩 那在這種過程之中 它就給它5倍的本益比 5倍 所以5735 它的目標價是35塊 可是現在它們都只剩4倍 所以在這種時間點裡面來講的話 你就要記住 當它還沒有辦法跨越這個鴻溝 就是面板跟運輸個股 運輸個股像長榮 陽明 它預估大概是25塊到28塊 那在這個時間點 它們都沒有辦法去跨越5倍本益比的鴻溝的時候 你買其他的原物料個股 買其他的大景氣循環個股 你不會賺很多 那你要怎麼買 我剛剛就跟大家講了 IC設計 你最高 不要買超過20倍 大景氣循環個股 你最高 不要超過5倍 如果買5倍以下 你就有機會賺錢 然後你獲利很穩定的 非景氣循環個股 那就要看你上面的資金 你的一個比例是多少 然後做好你的規劃 譬如說它殖利率很高 它本益比很低 就算是空投市場 你也挨得過去 那在這種過程中 你就用金字塔的方式 譬如說一些的金融個股 一些半導體的個股 你就可以這麼做 那我在今天這樣講的原因就是 因為台北股市在今天裡面 它爆出一個更大量 6642億的一個量 這是一個更大量 也就是說在這邊裡面 它的好處是 今天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關股銀行 政府基金裡面 絕對進場 它絕對有進場 因為它知道 破了1066 台北股市大跌574點 它不去救的話 這個盤 刹車會刹不住 你只有爆一個最大量 你刹車刹住了 有一個下影線 這個下影線 它才會給市場上面 有技術面操作的 參考的依據 否則就兵敗如山倒了 真的 今天台北股市 如果沒有刹車住的話 就會兵敗如山倒 第一個 它巨量式的長黑K 它巨量式的長黑K 這就很麻煩了 因為台北股市 在這個時間內 我們在上個禮拜 一直提醒大家 這個結構 它出現很大的問題 而台北股市在這一次 我們之前 漲得比國際股市上面 相對的鄰國漲幅更大 我們在最近裡面 我們的跌幅 為什麼會更大 因為台北股市 在這個時間點 有很多人想要搶錢 可是就如同 我在台語上面說的 你在消灘的過程之中 你要知道 它是邪惡的第五波 邪惡第五波 你現在就看到它的威力 它可以短期之中 1000點就不見了 它1000點就不見了 它還可以在短期中 讓你看到漲停板 也讓你在隔一兩天之後 看到跌停板 這是邪惡第五波的特質 它的特質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說 我寧願你買一些個股 隨著你的一個資金上面 你的配備 都很好的情況之中 你用正確的方式 你隨著一個多空的循環 你還是可以解套 但是千萬不要買什麼 長期股東權益報酬率 非常差的 你一套 我跟你講又是十幾二十年 而且這十幾二十年 還不一定會分配股力給你 它就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台北股市 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在之前講的 我說結構面上面要調整 這是4月29號告訴大家的 指數在漲100點 我說騰落指標 很多人很喜歡每一天講 這是錯的 當你的指數在漲 下跌的加速 大於上漲的加速 它告訴你 不是當天 就是隔一兩天 隔一個營業日 可能就要轉折 4月29號 是不是就出現了轉折 這是用騰落指標 抓短線轉折的技術面 我說日KD指標 是不是也交叉向下 做短的人你要賣 你是可以賣的 我說你可以短賣 那你這個時間 你做短的人一樣 你在KD指標 交叉向下的時候短賣 你就等它交叉向上 你再去做進場的動作 如果再爆量 大於6,466億 再大於這個量 對不對 今天發生了 今天發生 比6,466億 更大的一個量 那很簡單 今日的第一點 就是未來多頭的防守點 也就是說 在未來裡面來講 台北股市今天裡面 有拉出這一根下影線 如果未來的收盤再跌破 不管有沒有量 除非有更大量 再跌破 你要小心 那就是連環套 那就是連環套 所以你在今天裡面來講話 你做最壞的一個打算 就是把你的持股比例降 可是因為它有拉出下影線 它的成交量的馬 其弱的防線移動到今天 那你就看今天的低點 如果未來三個營業日 聽清楚三個營業日讓你看到今天的高點 17328 17328你看到了 沒事 你可以再度進場 三個營業日如果看到黑K的二分之一 那只告訴你一半一半 多空各一半 那也不用過度 所以它真正的一個關鍵點 是17328 站上了 轉強 16647 跌破了 你的持股比例 一定要降到三成下 你就變成一定要降到三成下 這是投資朋友我提醒大家的 那在這個時間點裡面的一個台北股市 我剛剛已經講 最壞的打算 它最好的準備 那已經去重疊我們說 擴延波 它的重點就是ABC ABC ABC 好多個ABC 它組合在一起 它組合在一起 但是它的C波的下跌 它不可以跌破前波的起漲區 如果跌破就是結束 那也就是今天裡面來講的話 它是不是跌破了這個低點 17066 它告訴你這邊結束了 也就是說 邪惡的第五波 它結束掉 那做好最好的準備是什麼呢 它重新打底 它在這邊 也就是說這邊的邪惡第五波的多頭 它結束掉 它必須要重新的打底 一個是重新打底 一個是再去站上17328 我跟大家講的都是技術面裡面 業內跟主力會很看重的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你就要去想 現在在之前高檔上面賣賣賣賣的人 他會去買什麼 那他會去買比大盤相對強的 可是因為現在的傳統原物料個股裡面 它剛開始起跌 所以你還不能夠判斷 這個部分我會建議大家先看電子 電子非常的重要的原因是 電子已經比大盤早跌 先跌 先跌能不能夠先止跌 先跌能不能夠先止跌 這是你要去觀察的 第二件事情看一下 誰利守在月線 或是守住大量區間的下緣 成交量馬奇諾防線 因為大盤今天沒有守 17066破 因為大盤在今天月線也破 所以如果守在月線 或是大量區間下緣的 就有可能是業內跟主力 下一波他會向中主攻的部隊 在這一次裡面 已經重疊邪惡第五波的起葬區 前波的起葬區17066 他告訴你結束掉了 那結束掉了的過程之中 你就要去留意誰是新的主流 那誰是新的主流 你就要去觀察 第一個資金的流向比 會不會變化 第二個我剛才談到的 一些的重點 聯發科能不能往上供 供過1200塊 整個一個所謂的群創跟友達 能不能夠再供 供回30塊到35塊以上 如果他們都可以 甚至整個一個貨櫃個股 敢向五倍本益比去供 剛剛談都是五倍本益比 五倍本益比去供 那其他的原物料個股才有機會 我想白點 因為最好的都漲不上去 你怎麼漲 而且更何況很多的公司裡面來講話 原物料和大景氣循環個股裡面 都是利多財報公布的時候 就如同我之前說 都是趁利多財報公布全部走低 所以就表示這些業內跟主力 有利用利多出貨的嫌疑 這是觀眾朋友自己留意的 那明天是周選擇的權結算 你就觀察外資 因為外資期貨空單好多 所以殺下來正常 期貨選擇權現貨 不可以再同步的偏空 那今天很簡單 空單補了沒 假設空單補了 那明天的賣壓就減輕了 今日的低點就有機會守住 這是觀眾朋友稍微去做留意的 所以在這時間點 因為整個C波的下跌 已經重疊之前的低點 17066點 觀眾朋友 我一直提醒大家 在這個時間點 你一定要去調整你手上的個股 跌時種植 一定要從本益比的角度 成長性的角度去做選股 不要再有本盟比的一個概念 也不要投機的心態 調整你的持股 重新整裝待發 那觀察台北股市 今天的低點能不能夠守得住 高點能不能去站上 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就跟大家講 今天出場的這些業內跟主力 就有機會再回來 今天如果融資的大降 也代表 你想想看 昨天集中市場加OTC市場 融資是減少了77億 今天兩邊的指數全部都大跌 那就告訴你現在來講 業內跟主力來講的話 它是有用融資的 如果它的融資大減 如果能夠去做質問 它就是好事情 可是如果融資大減 今日的低點又破 觀眾朋友 你的持股的比例 一定要聽屬方說的 降到三層下 它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那我們進一段廣告之後 再針對個股上面 來分析給大家聽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在這時間點裡面來講 我剛剛就談到幾個重點 所有的大景氣循環個股 先看什麼貨櫃個股跟面板個股 什麼時候止跌 什麼時候去做反攻 以友達跟群創裡面來看的話 今年兩家公司大概賺的錢都不錯 以瑞幸 我剛剛談到瑞幸的報告 瑞幸其實比較看好群創 那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那因為兩家公司賺的錢差不多 現在的群創距離友達 有兩塊的一個差價 所以如果從直的考量 技術面是友達比較強 友達守住月線 但是從直的考量 你可以考慮群創 原因是它比友達便宜兩塊錢 但是賺的錢它是差不多的 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那至於金融各國 我們在之前談到開發金的 12.3元 今天已經回測 剛好收到12.35 那我會建議大家 你就是以12.3元 每一塊下去 每一塊 聽清楚 每一塊就是將近一成 每一成你買一些 那為什麼談到這個部分 因為它併購了中售之後 它未來的獲利 它會很穩健 也會是台灣裡面最低價的 含有受險的公司 長期之後它併了中售 你自己算一下 它EPS的貢獻度多少 每一年配息大概都是五成以上 所以光是零股息 像現在就有4%以上的殖利率 光是未來裡面零股息 11塊錢以下 聽清楚 11塊錢以下 它的殖利率就是5% 所以你按照這樣的一個 進度上面來講的話 因為金融個股在台灣 是不會倒的 長期之中 這一家公司裡面 如果你按照我說 每一塊錢以下 金字塔的佈局 你會是成為贏家 它會是波段的贏家 但是它是長期 它是非常長期的一個概念 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的留意 至於在一些的個股上面 像IC設計個股 我說指標是聯發科 因為聯發科第二季的財報 還是很好 還有誰帳上月線的 2436的維權店 因為本身是Switch 也是蘋果新的概念個股 因為蘋果在今年裡面 沒有豆腐頭 就是那個白色的前面那個頭 是會用快充的 所以它是全新打入瓶蓋個股的概念 全新打入瓶蓋個股概念的個股上面來講的話 它是比較有機會的 人家都說 只見新人笑 不見舊人哭 它就是這樣的一個道理 那在目前看起來它都沒有爆量 有沒有看到 它完全都沒有爆量 所以在這時間點裡面 你自己可以留意 去觀察它的一個支撐 這邊有個平台這裡區 這邊是在短期的大量區間在這裡 這個價格上面來講 你可以去做一些的留意 如果守住月線 那就是搶 那就搶 那就代表有人在這裡面去做操作 因為有人預估它的EPS大概是8塊9塊 那這樣的話 它就有一定的一個利基點 因為它本益比目前在IC設計個股 還不到10倍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裡面來講 我們在昨天 我也跟大家講很坦白 我昨天裡面就把一些 大景氣循環個股 原物料個股裡面賣掉了 我都講得很坦白 並不是說什麼 而是來自於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看到了結構上面 它產生的一些的變化 在這邊我也不希望投資朋友太過的緊張 因為今天又爆了一個量 股市裡面不可能永遠的多投 它也不可能永遠的空投 可是你只要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可是跟著我做好最好的一個 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 那在這種過程中 股價跌下來好的個股更便宜 它也是你的一種機會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裡面來講話 鼠方已經開始規劃 去買值 有值 而且會從什麼 價差型的交易 慢慢的去累積獲利 所以你認同我的規劃跟想法 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 跟著鼠方一起整裝待發 跟上我們全新的投資組合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這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來自作為 風修 採張 匠物 展示 去 受賓 3 je 你